新势力品牌一年磨三件 这样的内卷速度 很多老车主都汗流浃背了 很多人也都担心 自己买车之后会不会成为韭菜 如果你买车不想被被刺 那么这期三五分钟的视频 值得你把它看完 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新能源车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 如果带入到日常通勤的环境 那么电动车的优势人尽皆知 比如说他们省钱 动力好 市区当中充电也方便 所以作为代步工具来使用 电动车取代燃油车 好像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情 那如果反过来呢 我们买车不是为了代步通勤 而是为了情绪价值 为了获得某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快乐 那么也许这样的价值 只有燃油车才能够给我们带来 上周我们去北京参加了 大众涂瑞的硬核机械体验之旅 虽然说之前我们都知道 涂瑞的三大件特别高级 但这一次真的把它拆开来 放在我们面前 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比如说在这个展架上 我们可以看到 财富的8AT变速箱 末端连接了托森的插速器 同时空气悬架 也是来自威巴克的进口的配件 所以这个整套底盘 是非常高级非常值钱的 与这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大众涂瑞它的外观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 这就是一个挂着大众logo的 平平无奇的SUV 这样的独特的反差感 就是涂瑞带给用户最大的情绪价值 大佬们选择涂瑞 是希望可以获得顶级SUV的驾乘质感 不管是公路还是越野 都不能有任何的短板 同时这台车传递给外界的形象又非常的低调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可能是某种大佬思维 也是涂瑞带给用户最大的情绪价值 话说回来了 如果买车不想被被刺 那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选择那些 经过时间打磨的经典车型 它们不仅不会褪色 反而会更加的意义生辉 这类车型呢 包括但不仅限于涂瑞 那你的脑海中还会想到哪些车呢 评论区里面来告诉我吧